外形金巧 颜色是黄金色的凤梨酥 因为有着台语谐音 忘来也就是翁来 这象征着好病旺旺来的吉祥含义 一直是台湾热门伴手里的选择 而在台湾观光局积极的推广下 以凤梨酥为代表的传统高品产业 也逐渐在国际上闯出名号 今年主播带领游台湾Part3的团圆 就特别前往荣获多项品质肯定的维格饼家 并且他们也在旅游美食主播刘怡君的带领下 体验了亲手烘焙凤梨酥的乐趣 也让买饭手里的行程显得更有意义 在台湾几乎每家糕饼店 都有制作并贩卖凤梨酥 而在成千上万的店家中 成立于1992年的维格饼家 秉持传承中华细致高品文化 赋予传统产品新生命的经营理念 全力配合台湾观光局 积极将凤梨酥推上国际舞台 其实凤梨酥这个东西呢 它是中西合并的一个产品 它的内线是用我们有冬瓜有凤梨 结合的这是一个台式的做法 它的饼皮呢 是用西式饼干皮的做法 两者结合起来呢 我认为是能够真正符合台湾的一个味道 一个台湾的精神 为了将台湾精神具体化 实现观光与高点产业结合愿景 维格秉家辞职新台币三亿元 打造一座占地1500坪的凤梨酥观光工厂 梦工厂台北馆 并在2012年3月正式启动 让民众采买饭手礼同时 还有机会了解凤梨文化 凤梨也叫菠萝 也有地方叫黄梨 很多客人不知道 它是长在树上 还是长在土里 所以我们就是很简单的 就是介绍一个台湾的凤梨的一个概念 说这些是要让这些人来了之后呢 他也能够了解一下台湾的凤梨 是怎么样的成长 相对的也是有点教育 你的信誓在里面 寓教于乐的维格饼家 最受欢迎的课程 就是凤梨酥DIY体验 民众可以在烘焙师傅带领下 依序先将面团与冬瓜凤梨馅 分别揉成长条状 切成六等份 两箱揉合成团后 再压入造型不一的模子中 过程虽然简单 却充满乐趣 也让人感受到十足成就感 经过20分钟 我们都终于揉好了 然后这里这一排是我的 然后统统压进去之后 现在就是在这烤盘 你要送进去烤15到20分钟 变成金黄色就OK了 好期待我的手作凤梨酥哦 等待烘焙过程中 可以搭上飘着淡淡凤梨香的凤梨电福梯 进入凤梨世界 透过声光互动教学 认识凤梨生长环境与过程 再到全自动生产线 隔窗了解凤梨酥烘焙过程 最后别忘了品尝刚出卤的新鲜凤梨酥 热吞吞的内馅 皮薄馅多 好香哦 食物要吃到原味就是美味 所以呢我们在这方面呢 不添加太多的一些 杂七杂八的一些人工色素啊 或是人工的调味剂啊 我尽量的让凤梨的味道跟饼皮的奶香味呢 混合在一起 所以吃我们的产品的时候 我会发觉啊 是非常顺口的 哦 我不能讲说我的东西是百分之百的哦 一定好吃哦 我认为是每个人口感的问题 但是我很有感大声的讲说 我的产品是最健康的 我觉得很有意思这样的一个呃 怎么讲就是说设置 我觉得很好 那我们也亲身体验怎么做凤梨书 那回去还可以跟他们解释 说这个是怎么样怎么样哦 然后整个过程我觉得非常好 I had a great time here It's hands on You know You get to do things instead of just looking by 我觉得我自己做得很好 好像很专业的样子 跟普通的那个行程都不一样 非常的精彩 这是我从来没有的体验 所以是非常的精彩 除了成功开创台湾小青砖奇迹的凤梨酥 现场还有不同风味与口感的 多样台湾传统糕饼点心 也很适合作为伴手礼 只是在开心采买之余 记得领回自己亲手做的 全球独家凤梨酥 参观完了凤梨工厂之后 这就是我刚刚亲手做的凤梨酥 然后他们就会帮你烤好了以后 放在像这样子一个凤梨形状的 很可爱的盒子里面 让你回去当伴手礼 然后一起去体验 去品尝台湾人的热情 还有台湾人的温暖 相当的棒 我相信这个东西是可以 有绝对的吸引力 有这个魅力 让所有来台湾的旅客呢 把它当作是一个宝贝 然后呢再回去分享 18台新闻刘怡君 吴雨芝在台湾台北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